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3日 星期四 市場仍然很淡定 明天已經是聖誕節 看看指數 早市行指輕輕高在39點 達到23,141點 之後曾經一度輕輕升到23,264點 但沒有法治再推進 因為市場沒有動力 直到現在大約11點半 指數今早曾經低見23,027點 即是這一刻倒跌75點 但無論如何 指數仍然站在23,030上 有些人的看法就是 既然指數站在23,030上 感覺上就好像初步成一個轉定的勢力 因為距離今星期一的低位22,665點 真的有點拉遠了 但我們覺得這個技術上的短定 暫時來說是不可以信任的 我們要等 直到恒指能夠成功回到10天線上 大概在23,368點 站穩在10天線上 然後才可以跟大家說 市場有少少初步轉定的勢頭出來了 因為直到這一分鐘 恒指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而移動線的排列 亦是一個標準的跌市模式 很簡單 指數一日未能回到10天線上 大家對一個初步回穩的勢頭 不要相信得太足 當然不知 勢住搏一點反彈就沒問題 想著低位開始重新作中期的部署 似乎還是要等一等 就算要做也是勢住好 市場只剩下交易天不多 明天只有半日市 下星期回來只有三日半市 換句話 12月份可能到最後 高低位真的會在六個交易天之下出現 因為今個月的高位是13號24,385點 以現在市場的氣氛和動力來說 似乎要突破又不容易 反過來 市場既然企穩在2萬3多元水平 就不需要擔心 會馬上試回22,665點的低位 事實上今個月是由13號高位 跌至20號低位 高低位同時出現在六個交易天之內 如果是其他月份 這個情況可能仍會變熟 但今個月十二月份有聖誕有年假 所以不排除今個月高低位 真的在六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比較明快的市況 我不管你是升上去突破 或者向下再沉低位 無論如何都要等到明年一月份 我們試見得到 補充一句 今年的市由2月18日31,183 跌至12月20日22,665點 全年已經跌了8518點 這個波幅絕對不少 其實基本上已經可以滿足到整年的要求 所以就算真的有更大的報復點 我覺得也不會有太大的覆覆 換句話說 市況即使反覆向下 雷跌幅估計也不會太明顯 騰訊公佈以實物方法派送京東集團 當然是以一個特別的中期式派送 他公佈了 每次有21股騰訊 就獲派送一股勁動 受到消息所刺激 騰訊股價今天曾經一度急升25.8 去到468.8 反而你派送 珊瑚拿到京東股份當然是沽 稅股不用說 現金派送 以現金派送給你 其他那些有的 就沽了去 反正不用本 所以京東股價今天也出現一個明顯的下跌 一度跌了31.2 去到248元 之後有少許反彈 但還是有少許去後悔的情況 這次派送 騰訊估計會派發超過4億股 以250元計算 金額是超過1000億 你想想 送1000億的京東股份給你 不會每個人都留在手 有些就留 有些會顧 你只要消化這一層 送出來的股份 對京東已經造成一定的壓力 這個大家應該理解得到 好了 終於的分析 我就講到這裡 好